哈喽大家好我是肘子 我感觉玉碧就像我妈 平时总嫌弃人家老是联系我 老是拿着一堆流水线生产的罐头游戏塞我嘴里 生怕我吃不饱似的 其实我都快吃吐了 但一整年没联系 一整年没玩咱妈生产的流水线游戏 你别说还真是让我有点 更想玩207期 当然也确实有点想玉碧 而且说玉碧做的全流水线游戏 也是刻板偏见 至少这次的CAMMANGO军团的玩法就挺新鲜 可是这份新鲜已经没有了什么神秘感 虽然这游戏没做必测 但玉碧邀请了一大批媒体 来给他肚子里这只CAMMANGO做必炒 各种角度的试玩和千盏铺舔盖地 宣传省事甚至部署亲儿子英灵店 反正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你能在CAMMANGO里玩所有人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能玩所有人就好玩 大家对于路人做主角 或者说没有主角的担忧 也基本都在试玩试评里一一应验 而玉碧似乎压根也没打算 演示这条侮辱之狗的先天缺陷 首先最眨眼的 就是这只侮辱之狗的先天性面谈 我能理解不同的人 尤其是不同种族的人 面部结构差异大 但CAMMANGO军团里的人物表情 也确实僵硬的有点不像话 还不如学学隔壁GTA我的中文版 直接用AI换脸来实现 其他没有面谈这么眨眼的问题 比如剧情中缺乏代入感 比如其实随便用谁都能通关 比如有意思的路人不多 比如人物特性挺容易重复等等 也都是CAMMANGO军团的人海战术 所带来的缺陷 这些问题 其实大家在第一次 见到CAMMANGO军团的预告片 第一次了解它的玩法的时候 就已经能预想到了 那预避预想不到吗 为啥在自己的二儿子CAMMANGO身上 去应用这样一种高风险 高投入 高难度 还注定有确信的玩法呢 先来看看这样做的手艺吧 除了大家早就玩辣辣的潜入 黑客设计老三上之外 CAMMANGO军团的人海战术 确实为游戏 甚至可以说 为预避的千单化开放世界 带来的全新的乐趣 而且这个乐趣 有点类似于杀手 是完成了自己的谋划 所带来的那种成就感 在杀手里 你可能会为了暗杀一个赛车手 而想去对他的赛车动手脚 然后为了破坏赛车 而想要伪装成维修工 再为了伪装成维修工 而扒光一个维修工 而在CAMMANGO军团里 你可能会为了进入一个建筑工地 而去界上招募一个建筑工人 当你凭借建筑工人的身份 在建筑工地里来去自由的时候 就能体验到阴谋得逞的快感 和谋划成功的成就感了 但是CAMMANGO军团 能给你带来的谋划快感 也并不完整 在杀手里 每一条阴谋线 都是精巧并且严格受限的 你不能穿着厨师服 杀进车库 然后给赛车动手脚 而CAMMANGO军团里的任务 不会精巧和严格到 必须使用某个角色 才能完成的地步 你的谋划所能为你带来的回报 仅仅是降低难度 而不是完成目标 好在除了谋划 人海战术还能给游戏 带来宝可梦一样的 探索和收集的快感 只不过这里边的宝可梦 是伦敦市民 光是从已公布的试玩来看 我就挺佩服 玉璧设计师们的想象力 和伦敦市民的多才多艺 有用阿斯玛丁射导弹的00起 有用起搏器电人的杨永信 还有能让自己的支持者 对敌人群起而共的抗议领袖 但最大的遗憾在于 这些伦敦市民 似乎没有太多的成长性和培养深度 而这恰恰是宝可梦快感中 最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没法把Tia老奶奶 改造成洞灵黑寡妇 然后加入复联 也没法让抗议领袖 纠继进化成 能号令全网的格格小战 更没法把一公一母 两个伦敦市民 寄存在儒家旅馆 来让他们生蛋 要可以的话 我立马预够黄金版 所以看板狗的人海战术 确实能给清单化开放世界 带来一些独特的 有趣的体验 但这些不完整的 不够极致的 甚至有些残缺的乐趣 真的足以成为 开发这套系统的理由吗 况且还会带来 那么明显的先天缺陷 预逼到底涂啥呢 看了那些试玩视频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像素里看出字来 满屏都写着四个字 多人模式 2013年代初代看板狗 是预备用旗下最精锐的 蒙特利尔工作室 花费了8000万美金 和5年时间端导而成的 现代都市开放世界3A 在考虑通货膨胀 和同时期游戏平均成本的情况下 这有可能是预备近十年来 投入最大的一款游戏 他们真的没有赶超GTA的梦想吗 就算有 也是妄想 虽然初代看板狗表现不差 但同样在2013年发售的GTA5 所取得的商业成就 让看板狗和预备望尘莫及 而GTA5这支金木机 之所以能像慢性腹泻一样 连着几年坐在 SIM小长榜上狂喷紧淡 靠的是它的多人模式 GTA online 之后的看板狗2 确实加入了多人模式 但更像是单人部分的 陪衬和严审 合作任务的精巧程度 不如GTA online 实际表现 不温不火 那到底怎样才能在单机3A里 做出GTA online那样的多人模式 让单机3A成为金木机呢 就算R型 也不是每次都能做到 反正 肯定需要把更多资源 向多人模式倾斜 让多人模式成为核心 比如 幽灵形容断点 其实一年前的断点 多人模式的体验可圈可点 但因为整体游戏 缺少吸引人的灵魂元素 缺少能让人产生 消费冲动的亮点 所以 断点身上那些 预避游戏 共有的缺陷 或者说企业文化 就让大家特别嫌弃 而这次的看门狗军团 虽然问题肯定很多 但至少 预告片里展示的 黑客 老奶奶和路人女主 两成方法 是真的很酷 酷到让一部分玩家 愿意容忍她的缺陷 并且产生消费冲动 而只要付款 只要进到游戏里 只要那900万个伦敦市民 能让玩家等到一个月后 多人模式上线 那之前所说的那些缺陷 可能就都不再是缺陷 试想一下 假如 我是不是假如 看门狗军团的多人模式 那些PVP 那些合作任务 才是她的核心 她的重心 那剧情动画 多么讲硬 多么缺乏代入感 就都不再是问题 那路人的特性和智能 就会在多人模式中 凸显出意义 那永久死亡和渐进时间 就都可以服务于PVP 那像星探一样 在街头拐败人口 就会更有动力 一切的一切 甚至是偷跑出来的 那个画面 就都会显得那么的 合理 就像八年前 看门狗第一只预告的副标题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了解 赔鲁